您不能不知道來看到 未來高血壓患者也會有疫苗可以打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在台灣有超過500萬人罹患高血壓 但大部分的患者不是沒有規律的用藥 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壓 而日本有學者就研發出了一款高血壓疫苗 高血壓是最常見的慢性疾病之一 血壓沒顧好很容易會引發脑中風心肌梗塞 並且每一天都要吃藥控制 日本大阪大學教授森夏隆一 研發出一款高血壓疫苗 只要打上一針 藥效就可以持續三到六個月 等於一年只要施打二到四次 目前已經完成第二期臨床試驗 這個疫苗呢 其實它出現的目的就是跟針對的 其中的一個叫做 這個第二型的血管張力素 身體裡面造成血管收縮最強的一個物質 如果你有打疫苗 那個藥就不用吃了 類似像把它當成病毒一樣 就給它去結合了 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 都會分泌血管張力素 但當組織器官血流不足時 就會大量分泌第二型血管張力素 它會跟組織器官上的受體做結合 造成血管收縮 血壓升高 導致高血壓 不過已經就發現 當打入高血壓一秒之後 就會誘發人體產生抗體 跟血管張力素做結合 讓它無法產生作用 這跟有一類的高血壓口服用藥 ARB激轉非常類似 都是透過阻斷結合 達到控制血壓的效果 這個當然是技術上非常困難 因為過於不急嘛 當中就要去拿捏這樣的 所以它現在目前做到人體實驗 已經做到第二期 以此就是說安全性沒問題 初步的效果也達成了 現在只是說對大多數的這個 我們的病人來講 需要找一個最適當的劑量 特別是針對經常忘記 自己是否吃過藥 生活難以自理 還有植物人等 在高血壓的治療上 都會有極大主義 記者為前行說明 Tempoado